昨天的RSI 無論是9天或14天的都低於30 技術上就有超賣 不少人都估計有機會出現反彈 今早就在彈120點左右 你覺得今次的反彈會去到什麼水平呢? 或者現在至年底大概的range 你覺得會在什麼水平上? 其實如果現在這樣計算 我覺得年底上得到23,000都已經好 但是情況就是等於 剛才說的美股也有點相似 不過美股就比較嚴重 因為真的在歐美的traders 都很明確的盛贊這段時間 真的要告訴你不要煩我了 現在不能飛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香港相對上沒有那麼厲害的 應該是中港 沒有那麼重的這種氣氛 所以靜還靜 但是也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我自己覺得看法是 有些機會彈 但是彈的可能是23,000多一點點 就是128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成交本身偏低 所以你預料到的情況 就是可能今早就可能彈0.5% 百幾點 或者可能你抽多一點點 然後你每次覺得 以為OK 一追的時候 又留著又落回去 這樣 只能夠說 其實不少職業的這些時間 都會休息的了 如果現在這個時間 都可以的 你相信自己是職業的職業 就可以了 OK 好 或者說指數 你都覺得也沒有什麼好談 其實是嗎 其實我覺得 這個範圍是看明年的 我覺得挺好的地方 是如果今年 當然這些是有點老土的 因為跟你說 今年能夠收到23,000多 或者怎樣 接著明年就好不好 這些基本上跟風水命理差不多 說真的就有點浪費 但是的確 如果我們看 你對技術分析有些研究 或者有些看法 的確兩萬三千點 就是恆子 是長期而言一個比較重要的支持 我會覺得 其實未必說很銳利 要12月31日之前 要上得到23,000 但是基本上 整個12月尾至1月頭 這兩三個星期 如果能夠在這個位置 找到支援 其實我覺得 現在兩百多 沒所謂的 就算下到近22,000 我也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是你說如果再削減再穿 譬如說兩萬一千多 然後如是在這裏多 過來兩個月 其實可能背後的 隕含那個意味 就是似乎有些東西 是超越了過往的周期 都搞不定 這個就會比較害怕 暫時看 我覺得 和很多人的想法不同 因為現在坊間有不少想法 就覺得明年 萬百見 但是我不排除 我們昨天也有朋友問 會不會明年會見萬七 是的 雖然我也不排除 但是我會在這個位置 比較機會主義一點點 就是我反而會看這個 這一個月 或者兩三個星期 不要說太長了 這兩三個星期 究竟能否保持到 大概兩萬三這些水平 如果保持得到這些水平 而明年 譬如剛才說 政策等各樣東西 有多一點轉機 其實可能會好些 變成值得起碼多一季 然後 其實這個位置 你會見我的說法 都很保留 或者小心審慎的原因 因為現在這個位置 的轉向點 可以是很坦白的 就是華球股市現在這個轉向點 其實有一點是究竟 跟著是一個很短的 其實是調整的 完了就沒事了 因為其實你 從一個比較高層 就是高層的角度去看 其實美國聯署的意識 或者加息那個週期 其實過往的情況 通常都是怕到第一次加 然後就發覺 其實沒事的 然後世界沒事就繼續 但是因為這次是一個 廣告了很久的週期 就是廣告了很久 其實過往是不會發生的 過往都是用息口來做 即使是QE的時候 都純粹加時 我們叫做踢球 你正常加減息就沒有什麼 你只不過問題是再差一些 減息都不夠 就是QE 但是QE應該會收回 但是現在是拖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因此才回到加息那一刻 變成大家對這件事的看法 可能要轉變 譬如說真的 QE做了十年 其實這段時間也有不少人說 就是說 其實QE的錢是不會回回去的 是 都堅持有說法 是 其實可以有一個 就是我自己斗膽會這樣想的 我覺得其實現在 大家都在玩一個新的 就是在經濟金融上面 其實是一個新的社會實驗 是 完全不知道 是 究竟第一次加息 就是撇除早兩三年 有一次加息之後 很快又縮回來 如果真的進入街收 周期是怎樣這件事 其實是沒有人試過的 嗯 所以很難用回過往的那些 想法 就說沒事的 一定是怕第一次加息 怕完之後就沒事的 就炒上去的 一定破頂 是 我又覺得 現在去講這件事 就不斷的 so that 我就會看法 就是這兩三個星期的觀察 在恆子就是 就是 日曼三頂著 就是一個長期的支援 然後其實集中 注視也是剛才說的 內房的那些風險 在第一季會不會解決到 是 我覺得可以相對上看好一點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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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的 感谢观看